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面子 1859年7日 史达开律三十万大 军在宝庆城下被孩子小秘书的左宗堂击败 狼狈逃回广西老家避难 此战是一王耻辱之战 折翼之战 他在军民心中仅存的威望荡然无存 不下纷纷离他而去 史达开律之命运已注定 1856年9月 天津事变爆发 杨秀卿 唯昌辉 秦日刚 陈称荣等军死于非命 置身世外的时达开众望所归 在军民拥戴下回经辅政和朝同举体力正式 但是 经过天津事变之后 红秀全对姓诸侯王已不再信任 于是加封红仁发 红仁达这两位草包兄长魏安王 福王 牵制史达开 为此 史达开愤愤不平 直接离开天津 在安庆大本营号召救部前来归顺 很快便聚集十余万人 单干之后 史达开进兵江西中原集安 但由于缺少水师 而无法顺利渡过干江 救援行动失败 1858年春 史达开拒绝林启荣 救援九江之苦苦哀求 立即十万大军进攻浙江 但却受阻于渠州城下 兵力损失惨重 不久 史达开转战福建 又是一败涂地 江阳府清大厦的成果挥霍殆尽 1858年秋 史达开只好进军江西 趁着清军主力北调之际 横扫甘南 毫不威风 江西并非九流之本 更不是称王称霸之理想选择 史达开至存高远 必定不甘心在这里毫无目标的混质制 为此 他酝酿一个庞大计划 即使下区的省 已去上游之势 从湖南进入湖北 而后占据长江上游 威胁湘军大后方 如若在上游站稳脚跟 向西进攻可以夺取四川盆地 创建穿梭根据地 进而图谋观众 窥伺中原 向东顺江而下 攻向安徽 可以配合陈玉成夹击相决 未实现该战队目标 史达开在江西南安使用空城计 击败并摆脱湘军萧起江部四千人追击 并于1859年2月三路攻入湖南 其中 赖玉新帅骑兵先行 向湘南方向进攻 达永州 琛州 桂阳等府 现 已吸引刘长右部追击 为史达开顺利和为宝庆立下汉马功劳 在史达开的精密策划与调度下 太平军进入湖南时 楚永州城下受挫外 几乎是连战连胜 打得湘军错不及手 很是被动 1859年5月底 史达开 赴中信 赖玉新从东西 南三面和为宝庆 其中史达开亲领大军囤住城南 一场决定晚清军政局势的大战 拉开序幕 湖南是乡军老巢 兵力补充 粮草攻击 响音发放 无不来自于此 若是宝庆被史达开拿下 湖南各地天地会武装 势必纷纷起来响应太平军 江省江战也无宁日 乡军也因后方被占领而无心作战 兵溃日日即将到来 所以对于史达开大军进入湖南 胡林义 左宗棠 骆炳章等人相当重视 也认真做好此次大战之充分准备 不过 史达开速度太快 又屡次释放出假信号 小秘书左宗棠在恒州决战时计划落空 宝庆成威在旦夕 但是 史达开犯下一个致命错误 即使没有指挥太平军主力强行工程 而是搞长期围困 这在没有后勤补给基地之情况下 无疑于找死 此外 史达开之做法 给了荒万中之洛炳章 左宗棠从容布置军务事件 圣外形势就此逆转 1859年6月 史达开亲自指挥大军分十路攻击宝庆 清军将领周氏欢一触即溃 按查使召唤连虽奋力冲杀 但于大局无补 此战之后 史达开派兵抢占北面 东北面阵地 彻底完成对保信城之河围 城内外通信 想到完全断绝 很遗憾 史达开这时并没有全力攻击城池 而是继续实行围困之计 将大好战机白白浪费 以至后患无穷 六月底 刘长佑率九千人马 从新宁赶到保庆城东五十余里 这是一只强悍之将军 本部前身为将中远处有 战斗力超强 史达开则派兵偷袭新宁 但此计划被刘长佑识破 刘长佑指派小部分兵力回援并设服 击败太平军 主力则继续向保庆移动 史达开见调虎离山之计不成 命负忠信等大将 直接攻击刘长佑大军 双方互有胜败 不过 史达开偷袭洪桥成功 刘长佑就远不及 在战术上处于被动 但也历称危局 本驻刘长佑大军后 史达开本应直接强力攻城 却继续与刘长佑大消耗战 宝庆只是被围困却为受攻击 此乃大错特错 1859年7日 乡军另一支生力军 李续部9000兵马赶到 左宗藤万分高兴 史达开却迎来厄运 现于史达开部攻势伶力 西、南、东军重兵囤住 若同这三处突破 无异于找死 为此 李续以河流长佑 决定进攻太平军 防守薄弱的东北方向 以此来打开被动局面 7月底 李续以率大军渡过滋水 突然对成东北太平军 营磊发起进攻 但是打开却未曾发现 而是继续攻击高家桥 半边接 由于乡军突然来袭 以新兵为主的太平军立即发生 混乱 七座营盘 三十六处关卡全部被摧毁 紧接着 李续以 刘长佑等率军 横扫滋水西岸太平军 连战连结 太平军西线阵地也被突破 此时 史达开只剩下东 南两处阵地 宝庆何为之局面已被打破 竟然何为宣告失败 石达开应立即组织大军撤退 保存主力 但却继续在条件不利于自己 之情况下 于李续以 刘长佑等浪然 最终书得一塌糊涂 被迫逃回广西老家避难 此战 石达开不断进军四川之计划破产 而且威望瞬间降到谷底 部下多有叛敌 1860年初初一点 彭大顺 彭戎海等略二十万大军 脱离石达开北上天津 在江西境内归入李绣城麾下 小秘书湖南巡抚 洛炳章幕僚左宗唐是此次战役的实际策划者 从此他名仰天下 无人不知 本文由纵横国史原创 欢迎关注 带你长知识 图片来自网络 青山 返回邹湖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